原标题,无牌宝马在高速上狂飙超速警察劫停后傻了,司机没有手前段时间有个很感人的新闻,无必应和赵海原标题,无牌宝马在高速上狂飙超速警察劫停后傻了,司机没有手前段时间有个很感人的新闻,无必应和赵海峰用脚送快递养活一家,他用嘴雕笔写货运清单,用脚给箱子封交代,用仅存的残壁搬运快件, 还能开电动车带着妻子一起送快递无必快递小哥自强不息和强忍不拔的品质感动了很多人,然而,同样是无小臂,同样是开车,同样是带着妻子,这个男子的行为却让人心惊胆战无牌宝马车高速上超速行驶据楚天都市报10月30日报道, 17日,湖北高景立川大队民警在户于高速白羊塘收费站执勤时,通过过车拍系统搜索违章车辆,发现一辆无牌宝马车时速155千米每小时,执勤民警立即布控,目标车辆很快被拦截司机竟是一位失去双手小臂的男子当车门打开的一瞬间, 民警们惊呆了,司机竟是一位失去双手小臂的中年男子胡某,而胡某的妻子却坐在副驾驶上安然处置在一查发现,男子胡某还无正驾驶,年于五旬的湖南人胡某还是位老司机,1987年就拿到司照,1996年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双臂,之后驾照一直没省过甚至连大货车都开而胡某个性极强,不愿向生活低头, 竟然固执地爱上了开车从长安到日产,甚至连大货车也开,手动挡,自动挡都精通,最后喜欢上了开宝马家人和亲属都放任老胡的胡作非为,他的妹夫,弟弟,还有儿子都把车给他驾驶,老婆对他的驾驶技术还很折服拆车牌狂奔,超速达93%老胡不仅爱开车,也爱自驾游,到过贵州,去过陕西,游过重庆, 后来还找了各四川老婆不得不佩服,他还爱野调,车后备香随时带着鱼具这次老胡带老婆试到四川见丈母娘,路上因丈母娘一句饭好了,等你们回来吃,老胡意气风发将车辆号排拆了下来狂奔,在被民警查处前,超速达93%民警拦下胡某后,对其耐心教育, 从生活的不意到家人的幸福及安全的重要,老胡猛然醒悟,说想想自己的行为都后怕,一旦发生意外,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励志都会失去意义,表示以后坚决不在驾车最后, 胡某因无证驾驶,为悬挂机动车号排和驾车超速70%以上的三项违法,被处罚款2700元,并处居留5日,民警考虑到胡某手臂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经立川市公安局决定对其停止执行居留。